好 下面我们再看下一个支点 非同一控制下来几合并 刚才讲同一控制 再看非同一控制 还是日 什么日 这叫购买日 合并报表编制了 三个星的啊 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从目前注册式考试情况来讲 四六开或者三七开都可以 那么这个四六开三七开的话 其中大头都是考的是非同一控制 小头应该考的是同一控制 但是要注意对你们来讲 都得同等重要 为什么这两年总考 因为现在是考两场 因为考两场有的时候 真的是第一场就考同一控制 第二场考非同一控制 你知道吗 所以这真的是没准啊 真的没准 对你们来讲碰到是百分之百了 所以同一控制非同一控制 我只能告诉你 非同一控制考试占比 占的比重比较大 但是同一控制它总是在出 因为四六开啊 三七开 甭管四六开三七开都有可能出现的呀 对吧 好第一原则 第一问题 首先购买日要先将 子公司账面价值调整为公理价 因为非同一控制下 我们用购买法 既然用的购买法情况下 所以我们应该先将子公司所有的账面价值 按照评估的金额调整为公理价 所以购买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 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 都应该作为本企业的资产负债 按照公引价值确认 那么如果吸收合并 吸收合并是在个别报表中确认 如果是控股合并 是在合并报表当中 按公引价确认资产和负债 我们现在讲的是控股合并 讲的是控股合并 好 那么在这时候抵消分路 我们以免税合并为例 免税合并为例啊 所以借存货 借固定资产 借无形资 待即先贷地盐所得是负债 待地盐所得是负债 比如说存货固定资 一共评估增值100 那么待地盐所得 是负债金额25 那么剩下75呢 待的是资本供给 待资本供给 好 免税合并 我后面会告诉大家 记住免税合并 从我们最直白的啊 大白话来说 你不说那些理论性东西 你怎么知道免税合并 我告诉你啊 三句话 告诉你三句话 你知道 第一句话 一定是定向增发股票 要用银行存款对价 非现金资产对价 没的事 一定是定向发行股票 那么第一个 第二个一定是有评估增值 这不评估增值了吗 评估增值了吗 第三个 那么一定给所得税率 给所得 三要素都存在了 那么就有可能是免税合并 知道吧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接着看 那么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无形资产的确认问题 无形资产 刚才讲的固定资 那无形资产再单独说一下 那么购买方对于合并中所取得被购买方资产 经初始继量时 应该对被购买方拥有的 但是在其财务报表中并没有确认 没确认 没有确认无形资产 你要充分的辨认和合理的判断 如果个别报表不满足无形资产 确认条件 但是合并报表中满足确认条件的 所以要在合并报表中确认为无形资产 所以这个内容要注意 所以我们在这 在确认无形资产的时候 包含两个 第一个包含的是 他的个别报表中 子公司个别报表有无形资 但供应和账民不一样 我要调 第二个 子公司个别报表无形资 他没确认 但是我在这 满足无形资确认 合并报表中也要确认 也要确认 所以借记无形资 按照这个差额或供应价来借无形资 代记地银所得税负债 我们以免税为例 然后带资本攻击 看例题 1号 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股权转融协议 取得乙公司80%的股权 购买日前 甲乙公司没关联方关系 发同意控制 购买日 购买日 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13000 公允14000 评估增值了1000 这评估增值1000 13000 14000 假定符合税法免税条件 所得税25000 那么购买日 子公司有一项以入账的无形资 那么5600 是账面 公允是6500 这俩一差 差多少钱 差了一个900吧 差个900 5600 6500 差个900 然后购买日 秉公司 子公司有一项非专利计 有个别报表中没有确认 但有供应价吗 有 公允价是100 公允价100 那么再看这还有个100 那么这两个加在多少 这俩加在这不就1000了吗 就1000了 对吧 好 那么好了 这一天怎么办 我们在购买日这一天 我们确认不确认无形资 确认 抵消分装 我们看一下 调整抵消分装 所以在购买日 假公司在边合并报表当中 那么所取得无形资 按照公允价6600确认 有6500 加这个100 所以评估增值100 我们要给他反映过来 借无形资 你别把这个6600都给我入进来 那么账上已经有了 人家账面价并过来了 我再把那个差给他反映出来 所以借记无形资1000 然后代记点索得 是250 剩下的这个750 列作资本攻击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合并中产生的货有负债 确认怎么办 货有负债 对于购买方在企业合并中 有可能带被购买方承担货有负债 那么在购买日这一天 可能相关的货有事项导致的经济流出企业的可能性还比较小 但是只要供给价能合理确定情况下 我们都必须在合并报表当中来确认这个负债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比如说 我把你给诟病过来了 非同一控制 把你给买进来了 你成为我子公司了 购买日 你们有个案子没结 案子没结 你们估计败诉可能性 估计败诉可能性40% 如果败诉估计赔100万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在个别报表中 对货有事项确认不确认 这个负债不确认 因为你们不满足日记负债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很可能败诉 很可能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金格能可靠计量 第三个是现实义务 你们起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所以在你们的个别报表中 不确认日记负债 但是到了我合并报表中 三个条件中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公允价只要能可靠计量 只要公允价能可靠 合理确定情况下 我在合并报表中就确认 你们个别报表可以不确认 但是到我合并报表确认 所以代计预计负债 代计计负债 那么金额多少 100 刚才说100吧 那么代计计负债100 那么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么资产的金额 这是什么 这是负债 负债评估增值了 走的是属于可抵抗差 可抵抗差 走地盐所得资产 所以借地盐所得税资产是25 剩下75 那么借的什么 资本供给 走资本供给 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话都是以免税为例来说明的 好 看例行 A公司合并B公司 之前二者没有关联方关系 假定购买日 这个B公司有一个味觉诉讼 B公司预计败诉可能性40 如果败诉赔100万 即公给价能可靠计量 符合税法 规定免税合并条件 那么A公司合并报表中怎么办呢 首先按照准则规定 准则规定是13号准则 子公司个别报表不能确认及负债 第一 现实义务 第二 履行概股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企业 第三 金额能可靠计量 它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所以子公司个别报表不确认 但是A公司合并报表中 那么在购买日需要确认负债 因为满足一个条件可以 金额能可靠计量 所以我们在这应该代计预计负债 10亿吧 那么借地银所得税计资产 然后差额到几处 借资本供给期数就可以了 好 第三 对于被购买方 在其合并之前 以确认商有还要吗 以确认地银所得税有还要吗 不要了 不要了 同意控制都要 非同意控制都不要 为什么 来看一下 在按照规定确定了合并中 应以确定各项可辨认资产 负债公民价值后 由于计税基础和账民价不同 形成赞产差 这个会采用新的赞产差 所以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 相应的就应该确认新的 点所得税资 新的点所得税负债 你知道吗 原来商业也不要了 原来商业都不要了 那么我在这要确认新的商业了 第四 解合并成本 与合并中所取得的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公民价 份额之下差额怎么处理 不就多给钱少给钱了吗 就这意思 商与的问题吗 我们都讲过了 所以购买方对于合并成本 合并成本 与确认的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公民价 份额之下差额 分两种情况处理 那么第一 公式 商与怎么算 商与是用合并成本减掉 合并中 所取得被购买方 而且是在购买日这一天的 我们现在讲购买日这一天 购买日这一天的 可辨认净资公民价 乘以母公司持股比例算出来的 那么算出来可以正的 可以负的 正商与负商与 负商与 不会考你的 一般都考正商与 在控股合并情况下 该差额是指合并报表中 应该确认的这个商业 是在合并报表确认的 但是吸收合并情况下 这个差额是购买方在个别报表 在账簿和个别报表中确认的 两码事 如果负商与呢 在控股合并情况下 该差额是体现到 当期的合并利润表中 是营业外收入中 吸收合并是在账上确认 是在个别报表账上确认 而控股合并是在合并报表中确认的 而不是在账上确认 注意他们的区别 第五 企业合并成本或合并中所取得的 可辨认资产负债公民价值调整 这里涉及到两件事 一个是合并成本调整 合并成本调整 还有一个呢是合并中所取得的 这个子公司的可辨认资产负债公民价调整 好来看一下 在购买法下 我们非同意控制是按购买法核算 起合并的 那么基本原则是确定公民价值 基本原则都是按确定的公民价值 那么这个公民价值 无论是合并对价 合并对价 合并对不合并成本 合并对价付出各项资产的公民价 这是第一个 比如说我拿什么对价 我拿固定资产对价 我拿固定资产对价 比如我拿一个固定资产是个办公楼 办公楼作为对价 没现金我没现金怎么办 没现金我拿固定资产作为对价 对吧 是个办公楼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作为对价 那么在这个时候 注意这个公民价 有可能在购买日 可能有可能是不确定 这一种情况 或者是合并中所取的 子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民价 那么比如说我取得的 你们子公司也是个固定资 你们这固定资产假定是个厂房 是个厂房 那么这个公民价也要确定去公民价 对吧 那么接着看 如果在购买日或者合并当期期末 各项因素影响无法确定 比如说我付出对价的这个办公楼 或者我取得你们子公司 你们子公司的厂房 这个公民价 那么不确定 怎么办呢 我在这个时候我都可以按什么 我先暂时确定其价值 为基础来集合资 所以在这需要估计按暂时的价值确定 好 后来两种情况 一 购买日后12个月内 12个月内 对有关价值量调整 这是第一个 没超过12个月 第二 超过12个月 超过规定期限后的价值量调整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 先看第一个 在合并当期期末 对于合并成本 我对价 我对价 我要借长头 我代固定散 但金额不确定 当时还估计金额 所以合并成本是一件事 或者合并中所取得子公司 子公司可辨认资产负贷 那么都是以暂时价值来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 自购买日期12个月内 那么取得进步信息 表明需要对原来的金额进行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 可能是合并成本 合并成本要调 对吧 也可能是取得的可辨认自然负债 那个金额要调整 那么在这个时候 适同购买日存在了 所以我们要追溯调整 我们要追溯调整 没超过12个月的 这第一个 第二 超过12个月以后的 那么对合并成本 或者可辨认资产负债调整 按照差错更正处理 按差错更正处理 一方面要调合并成本 一方面要调整取得的可辨认资产负债供应价 那么这个按前期差错更正处理 前期差错更正不也得追溯吗 不也得追溯吗 对吧 一完事了吗 讲到这 我不知道你们真的知道不知道 区别在什么地方 都是这不追溯调整吗 适同购买日已发生了 那么这个按前差错 前差错不也得重溯吗 追溯重溯吗 就是追溯调整 就是追溯重溯 区别在什么地方 提示 自购买日期12个月内发生了价值量调整 一般要调商誉的 你合并成本要调 要调商誉的 但是超过12个月价值调整 那么按前差错 商誉就不能调了 注意能不能调商誉的问题 就在这 下面看例题 甲公司有关投资业务资料如下 二年七号甲公司向非关联方 以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7500万股股票 取得丙公司80%的股权 当日办完手续了 当日发行股票 公饮价是10块钱 那么这个金额是确定的 丙公司不包括点索得税 可辨认资产 可辨认竞资产的账面价值是8万 那么这8万包括股本资本 资本盈余供给和未分配率 丙公司还是不包含点索得税的 可辨认竞资的公饮价 公饮价 刚才账面这是公饮 公饮是9万 那么这是8万 这是9万 评估增值的 评估增值了一个1万 什么东西 是无形散评估增值 无形散评估增值 好这一件事 接着看第二个 丙公司二年6月30日之前 涉及一项未解色素 6月30日之前 那么看这个 这什么时点 这是二年7月号 二年7月号 我这一天要借长头 对吧 借长头 没问题吧 但是在购买之前 丙公司 6月30日之前 涉及一项未解诉讼 估计败诉可能性是40 且赔偿金额不知道 到了二年12月31号 我们什么是投资 是二年7号 半年了 12月31号 法院尚未判决 丙公司重新估计 败诉可能性调整为50 那预计败诉的话 败诉的话 赔偿金额是1500 税法规定实际发生 13人口 没发生半口 为简化合算 那么这一段期间的 其他所有者权变总为0 双方所得税率是25% 而且符合税法规定 特殊的税务处理 即免税合并 也就是已公司免交 且所得税 要求一 计算二年7月号 确认的合并成本 按公引价券 这是非同一控制 按公引价券 商誉的金额 编制合并报表 相关调整底下分容 来吧 首先合并成本 定向发行股票是7500万股 当天收盘价格10块钱 那么是7万5000 第二商誉 用合并成本是 是多少 是7万5减掉这一天的可辨认精湛的公引价 可辨认精湛的公引价 公引价多少 账面是8万 公引是多少 公引是9万 公引9万 然后减掉 减掉 减掉什么呢 减掉评估增值的1万乘25% 1万乘25%叫什么东西 叫低延所得税负债 资产评估增值 说多少别 资产增值一定叫什么 叫 应纳税 应纳税走什么科目 低延所得税负债 为什么减 我这算净资产 净资产 虽然减负债 所以减掉低延所得税负债 1万乘25% 然后括号乘80% 那么算出来是 商誉是5000 算出商誉5000 好 这是一件事 然后再接着往下走 分路 借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是1万 那么代计的是 点所得税负债 1万乘25% 是2500 差额列作资本公级就可以了 7500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抵消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子公司所有超过来就可以 购买是超过来就可以了 借记股本 我们在一块儿列了 是与之于万 借资本公级金额是6万 再加上这个 7500 是6万7500 然后借益股以支是1000 借未分配利润9000 以支 那么代长头的金额是多少 代长头的金额是多少 是7万5000 然后再借商誉 我们前面算出商誉5000 然后代计少数股东权益 那么持股比例是20% 那么用可辨认 净资本公民价9万 减掉地盐所得税负债 然后再长20% 算出17500 好 这一件事 二 判断假公司是否因诉讼 这个诉讼事项 调整购买日 初始确认商业 并生命一流 如果需要调整 计算调整后的商业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 好 现在我们往前看一下 再看一下资料 我翻完了 翻到这 当时有一句话没有讲 现在讲 要不然当时讲会忘的 我先问大家这件事 在当时的时候 6月30号之前 不是秉公司 子公司 涉及一个味觉诉讼吗 败诉可能性40 赔偿金额也不确定 所以当时我们往前看 7月1号这一天 我购买日这一天 购买日这一天 这个10点有个味觉诉讼 在味觉诉讼的情况下 在7月1号这一天 我借长头的时候 这个因素考虑不考虑 为什么不考虑 起码金额也不知道 个别报表不确认 我河滨报表也不确认 河滨报表也不确认 这没问题吗 河滨报表也不确认 所以7月1号这一天 我借长头就没有考虑因素 对吧 好了 那么到了12月31号这一天 重新调整调整 败诉可能性变40 金额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是1500了 在这个12个月内发生的 12个月内发生的 所以可辨认净资产 或可辨认资产负债 那么这个金额原来不确定 现在确定了 对吧 所以回来 所以当时在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那么在这些内容当中 在这些内容当中 我没有考虑这个负债因素 预计负债因素 因为什么呢 那么起码金额都不知道 金额都不知道 对吧 好 那么接着往后走 现在呢 二 再判断是否应该诉讼 是想调整购买日 初始确认商业 没有超过12月的 要调商业 超过12月不调商业 对吧 如果需要调 计算就可以 那么来看一下 需要调整商业 理由 在合并当期 暂时确定的价值 对企业合并进行的快处理 那么自购买日期 12个月内 没超过12 不是半年吗 取得了信息表明 原来暂孤的 那个企业合并成本 或者所取得的资产负债 也就是取得子公司的资产负债 是暂时性价值调整的 那么当时暂时性 那么现在我要加以调整了 适同购买日就已经发生了 适同购买日发生 所以要追溯调整 追溯调整 所以要调商业 要调商业 注意这个内容 不是涉及的合并成本 跟合并成本没关系 是取得子公司 可辨认资产和负债 当时这负债还不知道 起码金额不知道 现在知道这负债金额了 现在知道这负债金额了 所以合并成本是不会变的 但是涉及到商业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金额来看一下 那么是合并成本 还是7万 减掉这一天的可辨认 金赞供业还是9万 再接着减掉 购买日这一天的无形散评估增值1万 乘25 就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么下面接着看了吧 这个1500现在确实了 原来这金额是不确定的 金额不确定 购买日不确定 购买日不需要管的 现在要知道了 那么金额1500 这1500是负债吧 负债是减 资产加减掉1500 加上1500乘25 那么这什么东西 这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资产是加 那么这个1000乘25 地盐所得税负债 因为免税合并 免税合并嘛 对吧 所以加上这个1500乘25 所以再说一遍 这1500是负债 负债减 负债减 那么加资产 1500乘25 地盐所得税负债是加 那么这个1万乘25 是地盐所得税负债是减 然后括号再乘80% 算出调整后 商业是5900 变了5900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重新再编制合并日 这个相关调整分路 借无行散不变 还是1万 然后代季 地盐所得税负债 负债1万乘25 对吧 然后再接着看 代季的是 日记负债1500 上面赶紧给我借 地盐所得税算 1500乘25 好 那么资本公级在这 资本公级金额 那么在这就是8500 一个资产一个负债 一个资产一个负债 抵较后8500 乘以75%算出6375 然后借记股本 赵超还是赵超是1万 那么借的资本公级 6万还是赵超 这个数变了 变成了多少 变成6375超过的 是66375 然后再接着看 借记盈域公级赵超 借未分配赵超 借商与变成5000 变成了5900了 变5900了 带长头还是 75000不厌 带少数股东权益 跟着也变了 自己看就可以了 就这么个事情 是购买日12个月内 12个月内的 也要追速调整 追速调整 调商与 调合并成本 调合并成本 那么超过12月的话 商与不能调了 商与不能调了 好 这是第二个问 第三 在企业合并中 购买日所取得 被购买方 在以前期间 发生的金盈亏损 等可抵扣三元差异 可抵扣三元差异 金盈亏损 那么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用于抵减 以后假定五年 以后年度 应纳税所得的 但是在购买日 还不符合 地盈所得税资产的 确认条件 所以当时没确认 为什么不确认 我当时预计 未来转不回来 我未来转不回来 我当时预计 能转回来 我大胆确认就完了 对吧 但是我现在在这 不符合 地盈所得税资产 确认条件 我不知道你亏损 以后什么能转回来 后来购买日后 12个月内 如果取得了 新的或进一步证据 表明相关情况 在购买日已经存在了 那么预计被购买方 在购买日 原来产生可抵抗差 未来能转回来了 能转回来了 那么现在 我不确认 这个地盈所得税资产 我要确认 地盈所得资产 同时 我还应该调商业吗 调商业 商业不足的 那么只能调 所得税费用 只能调所得税费用 12个月内的 记住给我调商业去 那么超出的部分 调的是所得税费用 除上述情况之外 比如说超过12月了 或者购买日 不存在的相关情况 但购买日以后 开始出现新的情况 还有出现一个新的情况了吧 新的情况 说过了吧 新的情况 那么注意 这个新的情况 我们当时在 解核并那张 讲的一个是 收入 以收入 还是那 就对赌协议 讲对赌协议 新的情况 说过了吧 收入还是利润 对吧 讲过这东西吧 就跟那玩意一模一样 那么新的情况 一般来讲 指的是净利润 一般指的是净利润 这种情况 导致可抵扣 赞予差异 带来了经济利益 预期能实现了 符合点所得税算 确认条件 那么这时候要调 记住超过12月 或新的情况了 商业就不能调了 只能调什么 只能调当期的 所得税费吗 下面看例题 假公司二年1月号 购买以公司 80%的股权 还是非同意控制合并 因快议准则规定 与适用的税法规定不同 在购买日产生的可抵扣 赞予差异 是1200万 假定购买日 即未来期间 其是适用的所得税不变 都是25% 购买日 因预计未来期 无法取得足够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没有确认 该可抵扣赞予差异的 电所得税资产300万 也就是1200万乘25% 是300万 没确认 那么购买日 当时确认商与确认200万 后来6个月后 假公司预计能产生 足够应纳税所得 来抵扣 这个可抵扣赞予差异了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确认吧 比如说购买方在购买之前 研发某种新产品 暂时无法合理预计 该研发是否成功 以及新产品的 这个市场的前景 因此购买方呢 在购买日 无法可靠确定 所取得的 被购买方可抵扣的赞予差异 可抵扣赞予差异 好 那么在预计未来 很可能 是否很可能取得 用来抵扣可抵扣赞予差异 是不是会产生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额 当时不确定 但是购买日后12个月内 由于该产品开发完成成功了 迅速打开市场 预计未来有足够应纳税 所得来抵扣这个可抵扣予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当时购买日没确认 那么现在可以确认了吗 可以确认了 可以确认 所以这时候确认 地盐所得税资产 停打住 我记得讲的 马上有学人举手 老师错了 你前面说过一句话 你在无形散说过一句话 然后再讲所得税 说过一句话 你还让我背那句话来着 我背什么来着 说起自行研发的无形散 涉及到所得税 背什么来着 我说不是产生企核病 不是产生企核病 初始确认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 所得时不确认点所得税 自产对吧 没错让你背过 是让你背过 但是你别忘了 这个是属于企核病 这不是企核病造成了吗 你看这是不是企核病造成 这不是企核病造成了吗 对吧 所以这就是企核病造成的 那么这个企核病造成 研发的内容是要确认点的 这是要确认点的 明白了 这是要确认点的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在购买日 没有确认点所得税赠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没超过12月吧 要确认点所得税赠 同时要调什么 没超过12月 调商与 如果商与不够充 那么差额给我充的是 给我调什么 调所得税费用就可以了 要求编制假公司 合并报表时的调整繁荣 来吧 首先 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啊 我们当时在购买日 没有确认这个点所得税赠 现在要确认了 借点所得税资产 那么是300 当时没确认 现在要干没有确认了吗 那么确认借点所得税 代什么 先冲商与 商与一共就200 冲干净了 没了 剩下的100怎么办 调什么 调所得试费 知道吗 这是第一件事 那么第二 假定购买日后6个月 假公司根据新的事实 预计能够产生足够应纳税 所得来抵扣可调查语 但这个事实购买日根本不存在 那么这种情况 这是新的事实 新的 是新的 那么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讲对赌协 又讲过这个内容 和那差不多 那么这个直接调什么 所得税资产 或超过12月可以 直接调所得税资产 就不再调商与了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题目 好 第一个大问题讲完了 把一些总的原则说完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购买日 调整抵消分路 非同意控制下合并 购买日 在编制调整抵消分路的时候 只需要编一张报表 合并资产负贷表 合并利润表不需要编制 其他报表也不需要编制 第一 购买日计算合并商与 看公式 这公式就好多遍了 合并商与应该等于 合并成本 减掉合并中所取得的 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工业价 那么如果说是免税合并 免税合并 还得考虑 这个所得税后的 这份额 份额成持乎比例 好 第二 调整抵消分路 第一件事 首先要将子公司账面价值 调整为工业价值 这是购买日做的 所以借记存货 借固定赞 借无形赞等等 是评估增值的金额 考试不为考减值的 从来没考过减值 都是增值的 所以借存货 为什么存货两字 不是库存商品 我这是调整抵消分路 是报表项目 是报表项目 注意啊 所以借存货固定赞 无形资产等等 同时 我这是要注意 是免税合并 马上赶紧过 代计点所得税负债 评估增值 劝着点所得税的影响 这一个啊 这个对上了啊 那么如果说是资产减值的话 资产减值的话 那么代计应收账啊 评估减值 评估减值对的什么 对的是点所得税资产 走点所得失账 然后差额代计资本供给 差额代资本供给 那么关于这个免税合并 这个内容 我后面还会再慢慢接触 慢慢会讲 给大家再接着讲的啊 所以差额先走资本供给可以了啊 那么第二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与子公司所有者权项目抵消 理论我前面讲过了 分路 将子公司所有者权 一分钱都不能 通通给我抵消干净 这一大堆内容是 借股本 其他权益公企 还没考过呢 资本公企 其他综合手 盈余公企 未分配利润 好 这一大堆都是谁的 子公司的 个别报表 个别报表中抄过来就可以 你直接抄过来就可以 考试时沾过来 沾过来就可以了 沾过来就可以了 而且这一块呢 你要知道和持股比例没关系 只要我控制了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在这上 权额啊 一定要借用 全额抵消掉 全额 一分钱都不能留着 别给我承持股比 全额抵掉 就可以了 这个数字考试记住 资料用一定会告诉你的 你就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同时借商欲 那么借商欲这个内容 要记住 你在购买日 一般都会让你算出来的 所以抄过来可以了 带长头是个别报表中的 母公司长头的金额 在非权子子公司情况下 还应该带记少数股东权益 就可以 例题先不讲 例题后后面单独讲 因为我从购买日算计 一直到年末 一个连续题目 连续题目 所以这块就不再介绍题目了 好 到了为止 那么这个值点讲完了 就是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购买日合并报表编制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是两个 一个原则 一个购买日调整 抵消分率 原则讲最多 其实原则最重要 原则那么多原则内容 我们给大家归纳很多 实际原则 很多东西都是 起合并准则 二朝准则规定内容 并不是三十三号准则规定内容 但教材 它都放在这了 原来教材都是放上一张的 现在都放到这张了 所以这原则很多东西都是 二朝准则规定内容 不是三十三号准则规定内容 所以你要查原文的话 是查的是 二朝准则 起合并准则 而且合并我们讲起合并那张内容 很多内容都放到这张来讲的 你知道吗 他放到这张讲的 所以顺序都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原则非常重要 其次购买日调整抵消分率 好 那么这个质点就讲到这